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讲七句吉拉文的功德 昨天前面应该是 供知仁波切的一个佛藏品的 七句吉拉文的修法里面的部分内容 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好 今天紧接着讲 此七句金刚语的历史中也记载 在很多佛藏大师的佛藏品里面 有七句吉拉文的功德 他的历史 他的一些殊胜的加持力等等 叙述都相当多的 那么这里是怎么讲的呢 这是诸位空姓母 殷勤莲花生大师 会供的词句 诸位空姓母殷勤莲花生大师 会供 像会供的时候的七句 也有这样的 还有呢 也有这样的 昔日五百位精通英明 顺秘学的外道本师 来到了奈兰托师 当时师徒佛教为王讲帝 内道的佛教徒的诸位班智达 也有五百个班智达 当时无理辩论期间所有的班智达 基本上都是有了相同的梦 他这里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 他们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空姓母降临在他们面前 告诉他们这个方法 有一种说法说 这是这么多的班智达 同一个世间当中 作了同样的梦 梦里面是什么样呢 神级空姓末 手级这样说的 你们难道能播刀外刀吗 当时这样问的 如果你们不能迎亲我的兄长 也就是说我的哥哥 他住在黑暗七海一片的石林当中 叫做多戒通畅舌 其实多戒通畅舌 我们可以说 莲花生大师有八种幻化当中之一 如果你们没有迎亲他 佛教会遭到毁灭 当时空姓母是这样收集的 然后这位班智达对空姓母这样说的 因为黑暗石头林 一般的人很难以行走的 到那里很难以行走 也没办法迎亲莲花生大师 当时空姓母说 你们如果在经堂上经常顶承示了非常广大的供品 然后盘执妙相和乐器 以最大的恭敬心 大家一口同声如果祈祷 以七句祈祷文来祈祷的话 那么我的兄长 也就是莲花生大师 他可以降临 并且给他们 教给七句祈祷文的念诵方法 这些周围班智达 全部都是按照空姓母的手机 在他们的经堂上承示广大的供品 大家伴随着乐器 然后再共同开始祈祷 七道的恰那间莲花生从空中间里 居于五百个大班智达之手 通过教理跟五百个外道进行辩论 进行辩论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已经失败了 佛教已经获胜了 然后紧接着外道 也是有现实种种的神变 莲花生大师也是通过周理 还有金刚海摩 教给莲师一个宝器 让他们降佛外道 结果莲师依靠他的教言 将天空当中开始降下毗宁 还有显示种种神变 有些历史当中说 莲花生大师用着金刚 以七颗印的指示来指向外道 都哄哄这样指向外道 那个时候所有的外道 全部都是在垂地 全部得以失败 所以莲花生大师的这种 包括他的手印 金刚 以及他的这样的身相相相付外道 相付魔众 相付鬼身方面 有不共的能力 所以当时支付了 所有这些钢墙的外道 神域的外道 纷纷地归入佛教 由此这样的祈祷文 其余祈祷文的话 兴盛于各地 在印度也好 滕州也好 还有像现在的一些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 在以前在藏地没有兴盛之前 七句七道文的确也是非常的兴盛 在那里人们都是 特别喜欢念七句七道文 我想藏地的确也是 不管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当中 没有基本上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好说 在以前的一些老年人 七句七道文 大家都会共同地念诵 遇到了什么违缘 一些障碍 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合唱祈祷 用通过七句七道文来祈祷 刚才历史当中也是说了 如果当我们 比如说在修行上 遇到了一些困难 或者是在自己的修行 不成功 原来我出家的时候 当时我一段时间 因为自己也发现到 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外缘 好像出家不能成功 一段时间专门念 虽然这里的一些修法 都是不太懂 但是很多老人和很多上师的 这些口传当中 说是通过七句七道文 祈祷莲花生大师 自己所有的意愿圆满实现 如愿一场 所以一段时间特别地祈祷 后来我自己 到目前为止也是感觉 当时很多很多的这些违缘 好像习气般的消失 全部都不能成绩 我自己觉得的确 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加持是不可思议 应该在不信佛教的人面前 或者有邪见的人面前这样说了 他们都可能认为 我们再次吹 在自己故意开始吹蓬 会可能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自己通过多年的修行也好 祈祷有非常大的力量 因此很多道友平时遇到一些 种种修行上的障碍也好 心理上的一些魔障也好 在那个时候的确祈祷莲花生大师是很重要的 蒙尼祈祷上师莲花生 决定不被违缘所转变 原来《战经论》的作者 给孟文波担正懦弱 他是用这句话 我们的上师如意宝经常应用这句话 不仅是应用 老人家也是经常 不管是眷属也好 学院也好 在零零歪歪的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 经常也是这样祈祷 祈祷之后在末法时代当中 不管是弘扬佛法 自身修行 各方面确实有了显著的效果 所以在座的很多道友有时候 自己很想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 没有强有力的靠山 很困难的 就像末法时代的修行 云间的太阳一样 一会儿被魔障折扯 一会儿被违缘折扯 一会儿被外面各种各样的邪道歇斯 会遮蔽我们的道心 所以我始终也是感觉 大家要照自己的修行 比如说一个出家人 你永远都是戒律清净 将自己变成一个 名副歧视的一个出家人 那么经常祈祷莲欢声大师 随时随地都会保护我们 有了这样的保护岗 我们很顺利地度过各种违缘的 如果有一个在家居士 他也是在恶劣的环境里面 他的修行圆满的 善事善众事 如今也是极为困难的确困难重重的 这也是遣除一些违缘 能得到成就的话 也需要我们上师三宝的加持 刚才前面的公案 大家也应该清楚 只要我们通过信心和恭敬心来 一心一意地祈祷 那么连事一刹那间 它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所有的困难 痛苦 也是通过它不可思议的威力 来可以遣除的 如果我们没有祈祷 没有什么患的话 虽然它有不可思议的加持 但是也不一定在你面前显示 比如说 我们取火的镜子 火镜 如果你没有对着太阳的话 虽然你的镜子 又可以接受眼光的能力 但是你没有对着它的时候 始终是眼光 不能照射到你的镜子上面 一旦你把这个火镜 对着太阳的时候 虽然太阳在无比遥远的地方 但是它的光芒 非常稀有的 以稀奇般的 直接照射到你的镜面上 然后你可以产生它的火光 所以我们自己的祈祷和 平时的修行 这是的确很重要的 有些人经常也是讲 只要是关心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念咒语 念祈祷文 这些都是多余的事情 我个人这是对个别人 就是根机非常不错的 像经典当中也是有特别利根者 只要安住 安住当中一切的功德圆满 也有极个别的这样的 但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 一定要通过祈祷文 通过念咒语 这种方式来 与诸佛菩萨相应 现在有些上师都是说 我们的祈祷文 咒语 就像是接受器一样的 有些说 我们念咒语 打电话一样的 但打电话跟念咒语 有点无聊 有时候比喻的话 就不是很适合的 打电话的话 对方如果还了电话号的话 我们怎么按也是打不通的 但是诸佛菩萨的名号 始终是不会还的 没有说莲花生大士 以前用七句七道文 现在好像已经二十一世纪不用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 我觉得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 能不能比喻倒是不好说 但是也可以 某一个方面的话 也可以与他对方接通关系 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平时 比如说你念咒语的时候 一般来讲 这个人的心会平静的 你不可能一边生特别大的嗔恨心 然后别念咒语 这也不可能的 然后生特别猛烈的 贪心而念咒语 也不可能的 因此一般来讲 我们平时也看到有些修行人 他在做功课的时候 起码不管怎么样 在那个时候 他的状态是比较清净的 极个别的可能偶尔 也会产生一些分别 然后他在诵咒语 念咒语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很平和的 我们在历史上 有些高僧大德 一辈子都是念了 多少亿 多少亿的那种咒语 可是其实这些高僧大德 平时对生活也好 对世间的各种暂乱的事 并不是特别地去执著 他一心把这个嗔咒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他的心情 大多数的世间当中还是很清净的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平常吃粥的话 他在生活当中的各种烦恼 应该说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 是莲花生大师祈祷文的功德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 下面就是说 再加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土 树立了佛教之计 将此起举祈祷文 也是恩赐给有缘的这些 国王赤松德子 贝若赞等等这些君臣 年纪何代所有隐藏的佛藏品当中 也无不由此金刚七句祈祷文 所有的 像藏上佛教历史上有百位佛藏大师 可能不知道汉文上有没有 我以前英文上有 有一百多个佛藏大师的传记 也是集群一个特别厚的 这方面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以后可以向佛藏品 我想跟大家还是有必要的 到时候可以介绍 这是藏地的佛教当中 特别的一种法 虽然我前一段时间讲的佛经当中 也有这方面的隐藏 不是很明显的 内所记载有的 有以内所的记载 但是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教法当中 的确也是他的修法也好 佛藏大师每一个有殊胜 开取的佛藏的一些教义 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以后也是可以了解 因此在藏地 一般来讲有很多佛藏品 每一个佛藏品里面 都有不供的一些 七句七道文的修法 念诵方式 还有包括莲花生大师 实际的一些传记 其实这些传记 有些历史上说 莲花生大师也有很多 比如说有些说四千九百多个传记 不同的佛藏师 都有不同的一些描写 也有不同的修法 当然现在也有许许多多 上师瑜伽这样的修法 其今为之他一直具有 真实言相的加持 成就的大宝藏 到现在真的是 他加持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谁经常修这样的七句七道文的话 他的修行顺利 自己各方面的境界顿然出现 还有内外的一些种种的魔障 自然而然消失 还有各种上师和传承的加持也好 智慧也好 西地 很快融入自信了 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经常念七句七道文 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人 多年以来 每天不断地念一百遍七句七道文 自己念四心咒一千遍左右 我看到我认识的很多 包括汉咒的一些道友当中也有这样的 我想你们平时这样 坚持这样下去的话 以后在自己修行当中 肯定遣除很多的道障 就是很顺利的 我们的身心跟法很容易相应 如果我们的心跟法相应 诸佛菩萨经常随时都加持的话 那自己自然而然对三宝的信心 越来越强烈的 然后对一切万法的本体有所证悟 这种证悟一定也是不会困难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跟法不乐相应 上师菩萨和护法空心 没有给予随时的加持 那我们修行了 虽然有些人是 凭自己微薄的力量很精进地努力的 可是最终自己得到的 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效果 因此具有这样的宝藏 很有能力的加持纹 我们随时都是应该要得着 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人 他随时都是要保存一个 比较有了小的一些药 随时都是待着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烦恼 有障碍 有违缘 这是自己也是明白的 只不过有些人不说而已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哎 我的烦恼那么重 我的违缘那么重 我每次都是修行的话 那为什么不能成功 我看道友们早上起来得那么好 每天背诵那么多 而且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没有烦恼 我经常要么生病 要么产生痛苦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很多的一些 包括非人也好 鬼神也许 也可能对你有所损害 那那个时候要吃一个最有能力的 这样的咒语或者祈祷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前很成功的 很多高僧大德 其实他们都在自己身边 或者别人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他们都有很多秘诀 这秘诀不一定是其他的 就像莲花生大师这样的修法 经常的一些祈祷文 他一辈子都是 依靠这些祈祷文 最后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自己也知道 我众生当中 幸好是遇到了这样的三宝的加持 所以说 没有被违缘所转 我以前好像用过吧 麦彭仁波切的一个快乐之歌当中 都说了 虽然现在末法时代非常黑暗 但是无形当中的万幸 遇到了莲花生大师的教法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 自己日日夜都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 因此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虽然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 特别黑暗的 无浊恶世的 可以说是鬼神魔藏猖狂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但是我们心愿也遇到了一个正法 一点怀疑都不用的 不用一点怀疑的 这样的正法 同时也具有殊胜加持力的 莲花生大师的教法 这一点我个人确实并不是 口在嘴唇上随便说好话而已 就是经常在内心当中 就像现在这么恶劣的时代当中 遇到了很好的上师 遇到了这么好的教法 这就是自己千百万劫当中 积累资粮的结果 就是很荣幸 经常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也会有同感吧 那么下面就是说 解密恶要的讲解 莲花生大师七句祈祷文的意义 它可以分为 外所祈祷证文的句意义 这个我们就全部准备讲完了 然后以内解说 净感句的意义 这个意义部分下面会讲 依靠解脱道来解释 依靠方便道来解释 这些我想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 也有可能涉及到一些灌顶 涉及到一些修加行 所以说我虽然已经翻译了 但是这个课判我们准备不讲 然后最后的一个课判 回旧 实修道次第的第三个部分 已经分了这么三个部分 回旧实习的话 那么我们也是莲花生大师的上师瑜伽 这个准备可以给大家讲 也就是说 中间的这一部分不讲 前后的两部分 我们准备给大家解说 首先是第一个 外解说 其道正文的句意 我们七句祈祷文呢 弘文上是这样的祈祷文 然后第一句主要讲 莲花生大师讲生的地方 然后第二句讲了 当时降生在什么样的宝座上 也可以说是 什么样降生的状况或者方式 然后第三句就是讲了 莲师的殊胜功德 或者他稀有的利益 第四句讲莲师的名称 第五句讲他殊胜的眷属 第六句就是讲我们的信心 我们随修者 也就是祈祷者的 我是全心全意 完全都是随着莲花生大师 你修 这个意思 第七句吧 第七句就是求莲花生大师 对我们赐予的悉地和加持 就是给我们赐予悉地和加持 后面用咒语来影持 所以下面我们讲额诵字 三世如来的总体 吉祥无尽大师 与自然本座 法身本解脱 普贤王如来 无有二持 首先讲 无尽莲花生大师 在本体法界当中 法身 普贤王如来 无二无别的 由法身界中 任意自称据 无决定得受用圆满身 就是无决定的受用 刚才是法身 现在是受用圆满身 具无决定的受用圆满身 其自想呈现 不可思议的幻化有物 也就是说 法身 宝生 宝生 这唯一是佛陀的心境 而不是其余有情的境界 那么法身界 宝生界 和化身界的种种有物 或者它的境界 利益有情的一些状况 应该说是一切诸佛的境界 而不是世间一般人的境界 所以我们平常也是讲 莲花生大师在普通的一些人们面前 这是一个密族的走势 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来出现的 其实他真正的这些现象 我们世间人绝对是无法衡量的 他可以跟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也是无二无别的 我以前也是引用过 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列传的金刚语 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和普陀的观世音菩萨 大那国下莲花生 外心遂现三生相 实则无二亦无别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和普陀的观世音菩萨 大那国下降生的莲花生大师 这三者外现上 虽然说是不同的三者 一个是阿弥陀佛 一个是观音菩萨 还有一个莲花生大师 现象是不相同的 但是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 还有莲花生大师《虐传》里面 刚才我们 蒙荷仁波切在这里所讲的一样 法宝化三生也是无二无别的 什么 法界刹土普贤王 弥安刹土金刚词 菩提加以释迦佛法 与我念事无别成 《云我念事无别成》 所以在这里面 讲法性戒当中 普贤王 法身普贤王如来 在密言刹土也好 极乐世界的 密言刹土就是宝生 刚才所讲的金刚词如来 然后在南赞部族 或者娑婆世界当中 释迦牟尼佛 这三者莲花生大师跟无二无别的 刚才这两句都是以前应该在《桑戒郎巴》 他的《莲花生大师虐传》里面讲的 我们其实藏地有很多莲花生大师 像《法戒金刚》的虐传 《桑戒郎巴》的虐传 还有《无尽郎巴》的虐传 刚才那个应该是《无尽郎巴》 《无尽郎巴》也是百位佛藏大师之业 光是佛藏品都是有二十多汉吧 特别多 有关历史上面看的话 的确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以前我都是专门吵谢过 现在都是有 很小的时候吵谢的 我读的是《法戒金刚》 前一段时间我讲的 放牛的时候一边读的那个虐传我会背 但是《无尽郎巴》的那个流传 我不太会背 但是里面的很多偈颂还是比较记得清楚的 我们在藏地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莲花生大师的传记 莲花生大师的这些传记 如果共同在家里面 或者自己放在佛堂里面 遣除许多的违缘 不信佛教的人 我刚才讲的一样 不一定相信 但是真正是有信心的人来讲 莲花生大师 遣除魔障方面有不共的威力 所以有些道友认为自己已经遭没了 有些认为自己违缘特别大的话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叫他们念好好的莲花生大师咒业 有些人跟我说 你有没有神通 没有神通 你怎么知道我要念莲花生大师的咒业 虽然我没有神通 但是我还是 我有这方面专业的一些可以说 有些道理 比如说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是专门医学博士 一个医学博士 他有些地方他要生一些病的话 他通过卖或者看看 尤其是有些中医的话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 张开嘴巴看一看 哦 哦 对对对 你起不住 可我碰到的中医 全部都是说是起不住 所以我也是看你有些 已经学习佛法那么多年了 哦 该念什么咒业 基本上你的起不住呢 还是迈不住 或者说能力哪方面不住呢 也应该可以清楚 不一定要需要神通 有些确实 比如说要知道别人的心 必须要有他心通 没有他心通是不知道的 但一般的一些事情 我想也应该可以了解 这样的话 遣除违缘方面 莲花生大师的咒语的确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他这里也说了 如上金刚教中所说 莲花生大师三生的有物是无量无边 这个刹土而言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刹土而言 也就是包括百居子三千娑婆世界上下四方的三十六十间界 一界分别的不同路道等处 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而言 按照如意宝藏 还有五光尊者的其他的一些教言里面所讲的一样 那么三十六成世界 毕罗执拉佛三十六成世界当中 莲花生大师也是有不共同的各种形象来度化众生的 我们六道众生当中 你如果能了解闻解脱法门的时候 才知道莲花生大师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 在六道当中也有不同的幻花生 开始度化众生的 实现名号身体状然有别的 种种有物 在我们这个南赞部族而言 他也是实现了一个身体八种名号 二十身边等不可思议的幻花弘扬佛法的 从我们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当中来演 也是莲花生大师有八种名号 八种名号 其实八种不同的化线 可能我们以后方便的时候 看看莲花生大师的八种化身的探卡 那个探卡里面中间是 平时我们经常修的莲花生大师 他的周围都有不同的 我哪里有没有啊 应该好像有 有八种不同的莲花生大师的身相 八种不同的莲花生大师 首先是海顺金刚 为什么叫海顺金刚呢 莲花生大师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 阿弥陀佛心间的狮子 然后在无尽大那国下的湖泊里面 在莲瑞上出现八岁的童子 那个时候 无尽国王恩扎普德 他没有孩子 没有太子 没有太子 他就祈祷三宝上宫下施 后来到大海里面取宝 回来的时候 大臣子南无尺是吧 他已经发现了 后来他对莲莲生起了极大的信心 迎请到王宫里面 这个人们后来称为海顺金刚 也就叫做莲花生 第一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后来莲花生大师 降服了一些奸臣的孩子 还有在不同的石头林里面 为有缘的这些人和非人 宣说了种种的殊胜法门 而无缘的这些 对佛法有邪见的这些鬼神 全部都得以降服 以愤怒金刚的形象来得以降服 就成为愤怒炼士 然后后来应该在印度金刚座 莲花生当时说 我是自然的佛陀 给众人面前这样宣说的时候 很多人加以诽谤的时候 为了让这些众生 得入解脱道 实现有一个上师 叫做赵巴哈日巴 在面前实现出家 那么那个时候的这种象 叫做释迦石子 然后还有像昔日桑哈 还有桑界桑瓦等等 很多上师面前 得受显宗密宗的一切教授 一切教授当他听到任何一个经典和续部的时候 全部都是了如指掌 全部都通达无碍 所以后来就叫做罗登确执 罗登确执是翻译为爱慧吧 爱心的爱 爱智慧 爱慧念事 爱慧念事 后来到杀伙国家 实现种种神变 在那个时候 当时杀伙国王 首先是不承认他的成就相 他和大臣们在外面对称很多的木材 然后让莲花生大师 在中间准备焚烧 准备焚烧的时候 当时莲花生大师 显现种种的神变 他的附近全部都变成了一大壶 自己在火光当中 显示种种有物 后来变成了一个莲花壶 原来我们法王去印度的时候 专门有个莲花壶 就是法王当时也是在那边做了一个简单的 莲师的修法和传记 那个叫做斑马通畅萨 刚才叫做通畅萨 通畅萨是鲁满妙礼 鲁满是宝满的满 意思就是说 当时莲花生大师 用骷髅身上做装饰 让国王生起信心 后来这是一个简 然后莲花生大师 后来萨花国王和他的眷属 包括大臣 全部都是对他生起极大的信心 在十三年当中向他做供养 然后国王还有大臣极其欢喜 在他的宝库里面给他赐予莲花帽 还有其他一些当时非常珍贵的那些衣装 一装吃给他 这个叫做莲花王 斑马尼尔波 当时莲花生大师戴着莲花帽 这个应该叫莲花王吧 后来好像在格拉士托里 还是在那里 在那里也是实现种种的惊性 然后降伏一些鬼神 对他们宣受郑重的妙法 而且在日光上出现现实郑重的神变的时候 叫做日光莲食 格仁尼玛五日 就是日光莲食 后来在印度金刚座 以五百个外道进行辩论 进行显示神变 让所有的这些外道 全部都得以向佛 那个叫做 死后莲食 多少了 有没有 好 我好像记得一个不一个 我想去哪里找 还可以 那么这个是 到方便的时候有八种幻花 中间是莲食 那个 周围有八种 比如说刚才那个圣开扎桌 圣开扎桌是死后莲食 愤怒莲食的话 骑着老虎的 当时像布丹 布丹八桌大藏 在那里其实实现种种的愤怒相 凡人每个莲花城大师的这些现象 都有不同的祈祷文 方便的时候 七评 祈祷文当中也是有 莲花城大师的八种幻现 有不同的 但是这个是以前莲食的 是哪一个佛藏品的一个略传当中 可能大概是这样说的 如果中间有一些不同的话 每个佛藏大师的所描述的 莲食的形象和一些状况 不同而已 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这样来理解 现在的莲食在妙佛州中央 同是吉祥山莲花刹土上中下 以三宗花生庄业安住者 现在莲花山大师已经前往罗刹州 罗刹州同是吉祥山 专门有一个莲花刹土 其实莲花刹土 我们经常说 同是吉祥公 同是吉祥公 白鱼 我前一段时间去青海那边 那边很多尼玛派的寺院都在修 现在莲花山大师在罗刹州的这种状况 藏文里面叫 扬德华日 也叫做同是吉祥公 这个吉祥公的很多寺院 专门修的 这里面莲花山大师是以不同的三种花生 以这样的方式来作者 在二十一个罗刹州 每一处 实现不同的名号和生态来花生 我看到那天《一世登主法王》的传记里面 当时登主法王有一次到罗刹州 见到莲花山大师的整个周围 有许许多多莲花山大师的花生像 你们方便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瑜伽士 他在清净的智慧面前所现前的 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 但是也可以说 每个佛藏大师的一些修法当中 都有不同的 在罗刹州有非常多不同的州 就像现在世间当中 比如说一个国家分多少个省啊 像美国分五十个州 美国人有没有 问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五十个州啊 当时罗刹州也有许多一些小的州 这个里面有莲花山大师 有不同的方式来度化众生 诸如此内威力 众者他的事业是无有边界 经法界界 他昔日在过去诸佛事业 现身于世 而如今佛陀的这一圣教当中 印度等地大多数的智者 成就者 都是念师的幻化 像《空行母一席所解的密传》里面讲 像印度的帕丹巴桑戒 这些都是莲花山大师的传誓 所以印度后来的很多大德 都是莲花山大师的传誓 对诸位持教者进行加持 舍树 在印度 汉度 香巴拉 铜州等种种淋浴 以及幻化有物 广泛弘法利生 莲花山大师的这种化身 印度也是非常多的 汉地也是应该非常多 还有香巴拉 铜州 罗刹州 这些有不同的身相 有些是以人的形象 有些是可能以动物的形象 有些以不同的一些种种 包括其他的建筑物等等幻化身来利益众生 所以有些人觉得莲花山大师 好像是一般的一个在家人 莲花山大师的说法不对 莲花山大师的观点不如法 有些小人这样说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真的很想笑 除此之外不想任何回答 就像我们汉传佛教当中 以极个别的人说阿弥陀佛如何如何不好 阿弥陀佛或者禅宗的观点如何不行 那么懂道理的人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不一定用正面来对他进行回答的 所以我们现在 尤其是汉传佛教 以前基本上是因为语言 文字 民族传统各方面的原因 很多藏传佛教 尤其是莲花山大师的 真正他的法宝化三生的状况 以及在印度 汉地 藏地这么有关的这些佛国 进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状况 一无所知 这样以后众生的相续当中 可能会产生种种的邪见 你不能把它看成一般有头发的 一个密咒师一样来对待 通相提并论 这样太可怕了 太可笑了 所以我想这次也很有必要 藏传的密教真的非常甚深 而且这种教法对我们整个人类 对我们整个世界来讲 确实是莲花山大师的 他的威力和功德不可思议的 而如今不仅仅是受益藏地 现在这样的藏传佛教 影响多少个国家 影响多少个地方 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应该清楚的 这样黑暗的时代当中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持之光 能不能遣除时代的黑暗啊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清楚 诸佛菩萨的各种幻化身边 千万都是不能 凭自己的一些分别念来进行毁谤 在藏地 莲师足迹几乎 踏遍所有的区域 不管是伪赃也好 多康也好 还有所有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像拉萨那一些 莲花山大师所加持过的 二十五个大的圣地 像我们看昂多和康渠 也有分别 有二十五个 二十五个这样的圣地 以这些圣地为主 整个藏地都通过各种身边和一些形象 就踏遍过整个地方 所以莲师去过的这些地方 一般在很多时代当中 不被外道或者一些邪道来所占领 这些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以前高僧大的一些 去过的寺院也好 去过的一些道场 跟其他一般人去的地方 完全也是不同的 不过人类现在都有这样的 比如说一个明星 来过一个医院的话 这个医院永远都是把明星的照片 挂在上面 没有 没有 他来过 但是他来的话 有没有加持 不知道 一般医院主要是治病 对众生要有利 一个歌唱得特别好 唱歌特别好的话 他来过医院的话 他的歌声对后来的病人 有没有利益 不知道 只不过是对他们的名气可能有 我去过的有些医院 某某明星来过 某某电影院来过 某某领导来过 他们都把照片一直放着 保陈着的 所以莲花生大师当时来过很多地方 但可惜都是没有照片 但后来莲花生大师的箱 应该说在藏地来讲 各个地方都是有 我希望汉地道场里面也好 私人的佛堂里也好 包括有些开车的 车里面也是挂一些莲花生大师的箱 这个的确有很大的加持力 很多人说 我的上师好怪哦 把上师的照片放在车里面 但上师倒是也可能怪 不管怎么样 莲花生大师的一切上师中计 我觉得像释迦牟尼佛 莲花生大师 这样可能更有加持 我是非常赞同莲花生 我有时候看见有些道友在车里面 放着莲花生大师 真的是心里面感觉 那肯定莲尸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肯定是很不错的 有些一般像我们那样 所谓的一些上师的 那这个照片的话 自己真的不是口头上说的 没有信心 哎 这个人是真的很迷茫 我的照片有什么用呢 这个是反而肯定会有害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自他都是有害的 真正诸佛菩萨的照片是有功德的 所以以后很多道友 应该把这个增加分清楚 虽然可能有些对自己在学佛也好 引导方面 对自己有恩德 从世间的一些情意上 你对某某上师有很好的 从我们佛教的有些论典来讲 也是上师就是佛 这样来通过很远的地方 转阿摩教证理证的话 上师有一个佛的理论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要建立起来的话 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辩论 以后才可以成立的 所以而且这个上师有时候行为不如法 佛怎么会干坏事呢 很多人都是对这个佛 还是产生邪见的 但莲花生大师不会这样的 佛陀真的不会 所以没有任何争论的这些佛像 挂在你的车里也好 或者是佛堂里也好 或者自己当护身物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他这里也讲了 隐藏了许许多多甚深的佛藏品 并且收取开取的时间 降服所有的鬼神 他们立下了誓言等等 当时开取的时间全部都有 谁来开取的 任务也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那么开取以后 这个是怎么使用啊 这些窍诀 密诀 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制造违缘的一些邪魔外道 也是加以降服 这些道理也是讲得特别清楚的 连世曾经也是亲口承诺 未来乃至佛法诸世期间 一直以幻化 以化身护持藏陀的百姓 并且诸佛藏陀的十二地生母 还有二十一个忧婆舍 尔格拉吉克森 十三个忧婆舍 我看到有个人翻译的 说是十二个忧婆舍 十二个忧婆舍翻译的 凡是有很多的鬼神 鬼神进行降服 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 可能看过的人都清楚 当时他来的时候 整个藏地非常鬼神 非常多的 一般来对众生有利的这些佛法 很多鬼神都根本不愿意 在这里弘扬 但后来大师的威力 即使菩提萨多和国王之中 都真的无可奈何的时候 通过他密咒的咒力 将商业进行点击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说 商业也做了几次下技术 历史是第三次来的 好像有一位博士是这样说的 但历史学家的这种说法 跟我们修行人的说法 有些时候是相同的 有些时候不相同的 他们完全是 从一种学术的角度来开始 哦 莲花生大师来的时候 他是多少多少年 他跟国王之中 德争中间的年代是怎么的 每天都是在这个层面上 进行研究的 那我们应该说 历史的圣口意的加持 融入自己的心 历史当时所交互的这些护法声 一直到现在 也是保护着整个地方 包括我们藏地学法的很多道友 也是依靠这些十二地摩的仪轨 十二地摩的一些祈祷文 这些都是有的 原来大概在文革期间 上师如意宝专门有一个祈祷文 祈祷文也说 你们十二地摩曾经莲花生大师面前 是怎么样承诺的 现在我们藏地变成如何如何的状况 就是你们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你们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看到印度一位大德 他也当时做了这样的 也是一个七七文 但是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不梦而合的 但后来不久的将来 佛教再次兴盛 确实可能有时候说 护法声需要劝轻 比如说有些发行人员 中间有点累了 有点不听话的时候 狠狠地批评一下 批评完了以后 马上已经清晰了 哦 对对对 我还是原来干这样的 然后就开始打电了 所以十二地摩中间一段时间 他们保护得不是很好 但后来还是也很不错的 尤其是如今应该说 确实是对佛法保护得很好 包括在藏地有些外道的殿堂 有些外道的教徒经常不顺利 原来他们在藏地建一些 其他宗教的殿堂 但后来始终都是不成功 遭受各种各样的违缘 然后有些藏地 比较庞大的那些组织 那些其他的教徒 他们的很多行为完全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说我们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加持 的确也是可以说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 这一点也是 我并不是因为我是藏族人 喜欢莲花生大师 其实莲花生大师 也不是藏族人 他是印度人 然后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现在不管是哪里的人 一定要自己经常祈祷莲花生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师们 真的是对念师的信心很大 以前的这些成就者们 那这样一来 自己的修行也是肯定会成功的 我经常这样想 看一个人对念师有特别大的信心的话 我这个人肯定修行会成功的 反正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一种分别念 这个分别念我觉得还是背后有很多丰富的教理 只不过是不展现而已好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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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三千蜜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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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